大家好,歡迎收看JK ARMY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隻ANGRY GUN的新出品 它是一隻MPA LOADING NUSO 是一隻可以調校力度的飛機 它是有兩隻款式的 一隻是W-E M4 另外一隻是我手上的這隻是W-E SCAR 它是一隻DROP IN的NUSO 它本身已經有彈弓 有O-WING 飛鏢也在裡面 調校力度的時候 就需要在前面這個方向 放一支六角士在裡面 扭動飛鏢的長短 稍後會跟大家示範一下 調校力度的方法 現在就跟大家示範一下 究竟如何把ANGRY GUN的NUSO 換到一支W-E SCAR裡面 首先呢 我們要把頂部兩口六角士 移除了它 然後你就可以把頂部這條BAR 跟BAR跟BAR分離 然後 將尾部這條BAR 用柔細的物體打出來 就可以由另一邊取出這條BAR 再之後 將一口 兩口 三口 的螺絲 移除它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把 一、二、兩個NUSO解 取走 然後把這個BAR分離 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個BAR分離 後 你就可以把原裝的NUSO 和BAR分離 分離 然後把ANGRY GUN的NUSO 直接把NUSO 放進去BAR分離 裡面 留意 要把尾部這個彈弓圈 對應尾部這個偏孔 然後 才把這條BAR分離 我們先做這個步驟 放進去之後 看一看清楚 究竟 這個彈弓 在否在這個洞裡 OK的呢 就可以把這條BAR分離 放進去 好 好 然後呢 就裝回兩個NUSO guide 記得 上回一些螺絲 好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把頂部這條BAR 放進去的BAR分離 可以拿到上面的 上回 兩口螺絲 就完成安裝了 好 現在跟大家示範一下 究竟如何調教力度 那 取一條PIN 出來先吧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Receiver可以拿開 移除一個BAR分離 把那個Recar buffer拿出來 之後呢 你就可以取出 你一份 煮 煮的了 那調教力度的時候呢 大家 原裝設定 會是一個大力的情況 那要扭小力的時候呢 就把六角時 順勢針地扭 那麼 飛錶就會慢慢縮 向上 就可以去到小力的情況 那如果你想要調教大力的時候呢 就要把飛錶移向下面 就逆時針扭 你就會看到飛錶移向下面 那它就會去一個大力的位置 那調教好之後 拿開一支六角時 那它就fix住了那個位置 然後你就可以去試力 如果試了那個力度 不適合的話呢 就可以再作出調教的 現在我們在一個大力的位置的時候 可以試一下它是什麼力度 現在我們調教了它一個小力的位置之後 試一下它可以去到什麼力度 那angry gun的NPA Looting Lusso呢 除了我們剛剛示範的SCA款式之外呢 它亦都有WEM4的款式 那WEM4是可以裝在它的M4上面 亦都可以裝在它的MSK和L815上面 那今天的產品介紹已經完結 多謝收看 拜拜